来 报告 康团长 你们也到了 河晨光 到 王阳斌 到 不认识我了 河晨长 好 很好 见到你们很高兴 啊 铁拳团 是这次联合行动的先锋 你们是先锋中的先锋 河晨蕾 怎么样 我的兵你挖走了也没用 现在又成我麾下了 对 对 我也在你麾下 哎 李二牛呢 二牛 有些情况 什么情况 他对象 在这次事件中 也被劫持了 麻烦 走任务简报吧 等警方问总 各位事长 同志们 我是奉命前来联合指挥部担任情报支援 由于时间紧迫 我就不再说了可能吗 五个小时以前 五个小时以前 我的一名代号 不死鸟的先锋人 发来离间 告知 孟非周浩 对于劫持的人事去向 就在 东海上的月牙岛 月牙岛 位于中国领海以外 七号海峡附近 盘踪 盘踞在此的 是罪行累累的 国际海盗集团 虎沙集团 虎沙集团 国际刑警额 早就对其 发布过红色通缉令 根据我们得到最新情报 有三名高手 加入虎沙集团 他们是 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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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茶菜 这三名高手的详细资料 我们 马上下放给大家 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这不是普通的海盗 他们都是经过 严格训练的前特种兵 作战经验丰富 在战斗中 我希望我们全体参战的官兵 一定一定要倍加小心 怎么了 请大家注意 我的这名代号 不死鸟的行人 就在海盗当中 请原谅 由于我没有得到上期的授权 不能把他的真实性命告诉你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有一个明显的街头暗号 那就是 他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北美帽 希望我们全体参战的官兵 千万千万不要对这名海盗抬枪 因为 他就是我们的 现任人 希望你们 把他带回来 完整无缺地带回来 记住 我看 蓝色的北美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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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营救舰队只要离港 就势必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现在是信息时代 我们很难躲过卫星 也很难躲过 无孔孤入的国外媒体 舰队一旦曝光 势必会引起 虎杀海盗集团的关注 我们的人质 就会在旦夕了 因此 联合指挥复决定 同意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的方案 特种部队提前渗透上方 控制人质安全 与营救舰队和登陆部队配合 解救所有人质 首长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报告 首长的计划不错 但是 你们有一定的难用 你说 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的方案 特别行动小组 加上了 一共才八个人 而海盗的人数呢 是在两百人左右 就算我们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 偷偷地渗透进去 营救了人质 但是营救人质以后呢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帮手 是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 当然了 我们一定会保证 人质的生命安全 哪怕牺牲掉 我们自己的生命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就算我们都牺牲掉 也难以支撑到我们大部队的道路 就等着你 伤嘴了 好 首长好 是我们海狼特别行动小组 实名队员 统一听到您的指挥 好 有你们我就放心了 祝我们陆海特种部队 同声共死 合作愉快 同声共死 合作愉快 好 梁亚牛 到 为什么不进去开会 赵总言说 俺们不适合参加这次行购 为什么 为什么 崔芬 他是人质 他上这条船的时候 还敢打电话 说挺甘心的 俺当时就应该打电话阻止他 俺总就没说这些话了 俺就不应该让他上帝要船呢 你死他有什么用 死他你救出他吗 我问你 当兵是为啥 保家为公 你说得别唱得多好 保家为公 你媳妇的人质 你不离救他 千万人的自责 你好意思说吗 你胆小鬼 报告 班长 俺不是胆小鬼 你看这个熊样子 你配是铁千蝉出来的吗 你配是神剑鲁四连出来的吗 你配是我老黑带的闭吗 对不起老黑班长 俺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班长 滚 是 是 两六 到 打不赢这场仗 你也回来接我 是 是 五号 你确定要亲自带着他吗 确定 首长 我们这次是水上跳伞 潜水上岸 怎么 你不相信我的技术 我不是这个意思首长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 你们都过来一下 这是我的前妻 也是这次被劫人质其中之一 我告诉你们这些啊 不是为了激起你们的仇恨 是想告诉你们 这次我们去 不仅仅是为了救我的前妻和崔芬 而是要把所有的人质都救出来 我希望 在整个救援行动中 我们都要保持应有的冷静 去面对不可预知的危险 我们是职业特装兵 这一次 是拯救人质的行动 我们不能失败 明白吗 灵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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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参谋长 刚才我情绪不太稳定 不过现在我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的战友需要我 我的战友需要我 我想参加这次拯救行动 你的意见吗 包装 既然你也要去的活 我认为二牛同志 没有理由不参加 你们相信他吗 相信 既然你的战友们相信你 我批准你参加这次战斗 是 二牛 到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战友们对你的信任 谢谢参谋长 谢谢参谋长 谢谢大家 行了 你们继续准备 我去指挥部 我快 是 谢谢队长 谢谢教导员 你们知道你一定会吧 你能行的你们 怎么样 自己想明白了吧 没有 看到老黑班长了 他给我骂一顿 所以说 新兵连的老班长 对你们来说不管将来走多远 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好日子 又要出征了 而且这次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老对手蝎子 说实话 在我的军女生涯中 和蝎子的两次交手 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耻辱 也是你们 是整个红细胞小组 惨痛的记忆 现在机会来了 这次 一定要把蝎子干掉 在场上 都在军旗党旗下宣过誓 现在 你们履行誓言的时候到 好 好 为了同胞的生命安全 为了军人的荣誉 红山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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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共死